好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輛白色轎車卡在馬路旁的後製設施 還有一輛紅色機車橫躺路中央 一旁還有救護員 將轎車裡的乘客一一救出台上單架 穿著紅色短褲的轎車駕駛在旁邊緊盯全程 看起來相當緊張 騎士則是貪軟坐在一旁 事情發生在昨天晚上接近十二點 二十三歲的張姓駕駛 載著四名乘客 行進台北新生北路三段 北往南到德惠街市 再腳碰上 連著德惠奇A行駛的三十四歲黃性重金騎士 兩車就這樣很冷撞上 騎士連人帶車飛往路中央 轎車在撞上一旁設施 嚇害附近刑警民眾 沒有 這好像沒有紅綠燈 本來應該有 它應該有可能是閃黃 閃黃真的對不對 因為晚上這裡好像是閃黃 所以它是有撞到這台摩托車騎士飛起來的 我現在也沒辦法確定有沒有撞到 你看到的時候是它有飛起來 有 我印象應該是有了啦 人是飛起來的 然後後來車子就有直接撞到那個 那個 碰燈的那個感覺 警察會報感體現場立刻將受傷的六人送醫 現場他們都只有擦錯傷意識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駕駛與騎士求車子均為領 到底為何會發生意外 還有再進一步釐清 以上是掌握消息直播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好